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如此持续几十年 但却没有跟人建立真正的基督律的关系 如此在教会里有许多的基督徒仍然感到孤独 在犹太教中 拉比们都强调说 你要成长 要找一个拉比 就是一个老师 和一个哈伐林 就是小组 因此 耶稣有说 或者他们说 两个人在一起讨论律法 神的灵就在他们当中 他们明白这一点 或许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也有同样一个想法 他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 我就在他们中间 在这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说 小组的重要性 当教会没有活动 不能聚会 但是 教会是人 不是一栋房子 我们小组仍然能够在线上聚会 能够看到彼此 有多么的喜乐 而终于可以跟人见面 而后来我们回到教会实体崇拜的时候 我们彼此看到 更是兴奋 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 特别是小组中的关系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说理想中的小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当教会越多人 小组关系其实越重要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要跟不同的人建立关系 是有个限度 而且教会不是每个星期天 只是每个星期天的崇拜 而是指着那群人 如此我们建立对彼此的信任 和单单 重担和坦诚分享 当我们能够彼此单单重担 学习活出信仰的时候 灵命才能长进 而且在小组中 我们学习使用恩赐 服侍 渐渐建立我们领导的能力 这就是理想 但是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是一起追求成圣的罪人 Dichrich Bonhoeffer曾经说 尽管基督徒有团契 祷告敬拜 但是有的还是感到孤独 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的 有密切的这个团契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以圣徒的身份 彼此交接 而不是以罪人的身份 以圣徒的身份 团契的人 不允许罪人在他们当中 因此当我们 我们就必须隐藏自己的罪 我们不敢跟别人分享 而当我们发现 有罪人在我们这些 义人当中的时候 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因此 我们仍然感到孤独 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罪恶 活在虚伪和谎言中 我们需要面对自己 我们是罪人 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 首先 当然每个人要参加小组 第二 我们要在爱中建立彼此 第三 就是彼此单单重担 首先我们讲到爱中建立彼此 在以福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 圣经说 神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有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说我们每一个神得恩赐 是来建立信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后十三节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彼此鼓励 彼此勉励 彼此相爱的时候 就更像耶稣基督 十四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便一切 异教之风 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与元首基督 这里说用爱建立彼此 我们用爱包容 但是我们也用爱说诚实话 而有时候这是最难的 十六节说 全身体就靠着耶稣 得以合适 摆结各案各自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成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讲到小组关系的时候 我们怎么达到呢 首先就是在爱中建立彼此 第二就是要彼此单单重担 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说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要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他说基督的律法 我们要去完全要做什么呢 就是彼此单单重担 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 在罪恶当中 我们是要去修复他们 以温柔的心挽回他们 而不是觉得自己比他们好 免得我们跌倒犯罪 所以在教会里 你说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一个目的 就是首先在爱中彼此建立 用爱心说诚实话 第二学习彼此单单重担 那基督姐妹你知道吗 教会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艰难的地方 教会对那些 要踏入大门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艰难的地方 因为他们害怕受审判 教会对于那些 被世界破碎和摧残的 回头浪子的灵魂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地方 教会对一个看起来像是拥有一切 但却是一无所有的女孩来说 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教会对在前往教会的车程中 不断争吵的一对夫妇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地方 教会对单身妈妈来说 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因为她的身边有手牵手的夫妇 还有看似完美的家庭 对一个渴望有一个正直的男人 带领的妻子来说 教会也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教会对于那些急切 渴望要有自己的孩子的人来说 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教会对单身男女来说 也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因为他们会恳切祈祷 上帝给他们一个伴侣 教会对罪人来说 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下 你会发现说 一群不完美的人 有世俗的灵魂 自私的动机 但这也是教会的美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 不是一种态度 不是一个期待 教会是一个子体 教会是一群罪人 而是因着恩典得救的罪人 而成为圣徒 一起生活在一起 教会是一个信徒的团体 他们像弟兄姐妹 一般被永恒的爱包围着 教会是罪人平等地 站在恩典宝座面前的圣地 教会是破碎心灵避难所 是大能勇士的训练场 教会是对抗和邀请聚集点 在那里 罪恶会被处理解决 心灵则被邀请寻求 修复 教会是重担的承担者 和盼望的给予者 教会是一个家庭 一家人聚在一起 抛开分歧 忘记过去的错误 为这最小的胜利 而欢欣鼓舞 教会是这样的肢体 以及罪人变成圣徒 所以教会虽然是一个艰难的地方 但是在艰难的日子 当我们可以彼此扶持的时候 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说 理想的团体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这么困难 而我们要怎么样去迈向这个理想 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 彼此单单重担 而我们的QPC 怎么迈向这个理想呢 现在让我们来观看 这些QPC弟兄姐妹 所录制的见证 看到小组生活的重要性 当你观看这视频的时候 回想你自己的经历 并预备待会儿在你小组中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我是默沙拉小组的奉平Elsa 今年很开心 我终于成为 女王浸浸信教会的家庭成员了 我已经回到女王浸浸信教会 已经有24年了 但今年才终于决定 决定决定转会成为会友 很感谢 因为我们有很多传道人 和兄弟姐妹 一起有爱心去帮助我 和支持我 还有很感恩 又有侍奉的机会 在教会上 感谢神 最重要的是 我有一个很好的小组 大沙拉小组 每个组员就好像我们的家庭 互相比予的勉勉 互相的扶持 所以我 又可以有侍奉的机会 甚至是侍奉在儿童 时工上 有一群很活泊 很可爱的小朋友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支持 还有我又是侍奉在一群活泊 可爱的老人家上 都是跟她們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這種種的原因 就是令我轉會成為 女王鎮針信教會的會友 有一幫很好的兄弟姊妹在身邊 好像我的家人一樣 很感謝神帶領我回來 女王鎮針信教會 終於成為你們的一份子 和薩拉小組的小徐 Karina,我來新加坡已經二十三四年了 在教會已經這麼久了 今年是最特別的一年 因為大家都在自己家中崇拜 但原來有危機才有轉機 在這一年我感受到原來教會 不是一定要回到教會才能做到工作 例如教會可以做庇護中心 可以幫助流浪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又讓教會有更多機會 和政府一起合作去做一些 論社的事工 我覺得神其實每次都有安排的 在我們小組裡面 我們都沒有停過小組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組長 因為我們懶惰的時候 他們會推動我們 我們太勤力的時候 都會告訴他們要停一停 所以我們做起事來 我們都很團結 我們的成員裡面 其實每個人都很好的 有不同的事工 又可以 又有靜 又有動 又有戶外活動 都很感謝其實教會的支持 因為其實牧者都有參與我們的小組的聚會 或者我們有時候去和牧者去 或者商討一些怎樣去做得更好 還有在教會裡面其實 每個人都會很團結 我覺得我們的教會雖然很小 雖然人不多 但是其實做起事來 都不會讓很大的教會有差別 希望在這一年快些 這年的時間 其實又說可以過得很慢 又說可以過得很快 現在已經年尾了 希望下年真的多些大兄姊妹 回教會崇拜 這個是我們一直的待吐試行 也希望在我們這麼困難 或者有很多不足的時候 大家都體諒教會一些措施 不要怕麻煩 也希望多些人再參與幫忙做師傅 順便在這裡做推介 那就是教會給我們一些上鏡的機會 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 謝謝 弟兄姐妹 平安 我是陳小妹 願意與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在這裡 我想感謝過去 在我最掙扎最艱苦的時候 有了上帝的保守 還有執事有牧師有傳道 弟兄姐妹們 在精神上的補持 幫助我 主過那段艱苦的日子 謝謝你們 還有 要感謝主長的帶領 慷慨和愛心 小主 弟兄姐妹們的 寬容和寬愛 帶領我在小主成長 兩年多了 現在開始學習分享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借助耶穌基督 有好多位執事 給我很多的幫助和鼓勵 到家裡為小兒子名聲祷告 買魚買水果送來家裡 有的給紅包 有的為了醫從我的時間 到醫院附近為我慶祝生日 有的煮飯拿去醫院給我吃 有的借送名聲到醫院看醫生 牧師傳道 弟兄姐妹 也不斷的為亞裔和民生祷告 到醫院探訪 拿聖昌到家裡 到醫院 還有牧師師母 鴻公 大姐姐 為了幫助小媳婦 而照顧她自己利民 帶回家補習 帶去游泳 也有大姐姐陪她玩等等 主日學 老師小主 女樂團趣 弟兄姐妹 有的送 明明日良 有的送聖經 有的送聖經 有的送書本 有的送觀點 幫助我靈修成長 真的很感恩 Amen 能夠認識主耶穌 受敬 加入教會 參加以樂團趣 小主 樂靈主日 寫課程 生命的光顧 成長 感謝主 哈利路亞 Amen 各位親愛的QBC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靳雲弟兄 來自中華團氣 首先 我們首先邀請 我們來自中華團氣的 靳雲姐妹來分享 親愛的QBC大家庭 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靳雲 現在的小組是中華團氣 其實在加入QBC之前 我就 我是從中華團氣這個小組的生活 開始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和基督信仰的 在小組的生活當中 不論是平時的聚會 大家一起敬拜 還是從 木道友開始的 有潛入深的一系列的課程 都給了我非常好的 一步一步了解 信仰和属灵成長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從懵懂無知 到開始了解 基督的信仰是什麼 愛是什麼 永生又是什麼 最終我能夠 接受主耶穌基督 作為我生命的救主 並且在QBC席裡成為會友 我真的覺得小組生活 是我到新加坡以來 属灵成長中 不可或缺的 至關重要的一個部分 特別是在 已經過去的這一年當中 2020年 在面對新冠疫情的威脅下 特別是兩個月的阻斷期 閉門不出 自己一個人 每天在房間裡 這樣的一個日子 在這當中 我突然意識到 可以和其他人 一起共同的敬拜神 哪怕只是在線上這樣 不是實體的一個敬拜 可以分享和傾聽 別人的需要 能夠相互祷告 相互扶持 相互安慰 是多麼珍貴的一件事情 各位QVC的弟兄姊妹們 平安 我是中華團企的 吳志強弟兄 2013年的時候 我到新加坡 當時我在找教會的時候 我就希望有一個教會 有一個團企 這個團企是適合我們的 那很高興一次特別的機會 我就找到了中華團企 所以從那個時候 開始到現在 我就一直在中華團企裡面 我覺得要一個好的團企 它一定是要有一個凝聚力 一個好的小組 有三個方面的 第一個就是 它需要與組員之間有建立很好的關係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為 要為小組需要的人來代導 那麼第三個我覺得就是 要有現實生活的一個協助 現實的生活當中 我的一點點的認識 婚姻家庭生活工作 子女教育方面 給他們更多關注的話 那麼團企的成員 就容易在這個團企裡面 能夠留下來 因為他們得到的 不單單是鼠林方面的成長 他們也更大的 持續生活當中的生命的成長 謝謝大家 孟姿快點七點半了 我們小組要開始了 OK OK 我來了來了 OK大家 我們現在有一點點的 分享跟代導的時間 其實我參加小組沒有這麼久 其實我來了 是2018的時候我來 但是其實我 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障礙 就覺得可能是因為 之前在之前的交會的 過程 然後自己的也是比較內向 所以其實我來參加 以色拉小組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自己很多的障礙的 但是就是 因為其實就是這個 阻斷措施的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在線上的主日崇拜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是需要 就是 認識其他的會友 然後也是一起得來讀經 然後我就在這個 這一次的兩個查經裡面 就是小組查經裡面 我就更深的認識了大家 然後也其實在這個過程中發現 其實一起讀聖經裡面 其實發現我們人與人 我們的 Member的之間的關係 其實都是 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一起的要來認識神 一起的來 從我們日常生活的掙扎中 更想要更多的認識神 所以我就發現 所以我就發現 這樣從這種 這種的互動中 就 就是越來越讓我很期待 每個拜五的小組聚會了 對咯 對 很期待 那是重新化嗎 去年的話呢 我們 我們在查記中 寫了那個傳道書 然後覺得很喜歡 然後還帶領了那個 其中幾個章節 所以就很多得著 你們那些經文都 都印象很深刻 比如說 什麼一切都是古風 然後還要說 去空 去空 吃喝 歡喜都日 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要敬衛神 我對我印象表現 那次就要登著那漢寶寶 那漢寶寶 那漢寶寶 那漢寶寶的那個查聽法 對比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對我來說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自己帶查經人的兩節課 除了自己可以就是 更明白的了解那些經文 還可以就是 增強自己就是 做一個老師的能力 哈哈哈哈 你旁邊有個 旁邊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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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出去聚會 但是有這個查經 通過租買查經 通過租買查經 也是不錯的一個 團氣啊 或者更加更深刻的認識 認識彼此的機會 對 也可以 解壓 放鬆 對 因為 每天在家裡 不能出去也是很嫩 哈哈 太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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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不在不在不在 就像傳道師傅所說的 兩人總比一個人好 我們跌倒了 一個拼持 不過一個人的話 誰來拼持 所以我們的小組就成了 很強的一個 帶動的團隊 如果有什麼 挑戰壓力的時候 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在小組裡 提出來 然後我們就能夠 大家拼持著去帶動 所以真的 我們很感謝小組 不在不心作戰 是的 今年真的是很不平凡 特別是生活在疫情之下 更加的不容易 我們的不心姐妹 她鼓勵我們說 羅馬書說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飢餓嗎 是貧窮嗎 等等等等 但是在疫情之下 都不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 或者是弟兄姐妹隔絕 所以我們都可以通過視頻去 分享我們的需要 我們帶寶 溫厚 也盡力到上帝的同在 所以感謝神的恩典和保守 我們有不平凡的喜樂和平安 是的 我記得在疫情之前 每當我們有小組的聚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安排車去載送我們的弟兄姐妹 在主日之後 我們也常常一起吃飯 這些小事情跟附上的關懷 都讓我們弟兄姐妹感受到彼此的相愛 除了荷蘭小組這個小家庭 我也是非常感恩我們有QBC這個大家庭 我們知道今年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年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教會的牧者領袖 弟兄姐妹都願意的來繼續的信靠神 彼此的幫助 同心協力的來繼續的為主做人做光 我覺得這年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呢 以往我們都沒有辦法想像的到 例如我們教會開發了我們的設施來幫助那些無浪漢 還有我們也送食物給那些客工 這些種種的這些事情呢 都讓我們深深的經歷到神的信實跟祂的慈愛 是 在我們社主當中 弟兄姐妹加入我們小組不久 當她在第一次參加主會崇拜的時候 她看到三代同堂一起敬拜起的服飾 她感到很信 那麼在我們的家庭華會的活動當中 她看到大家大大小小的齊心協力 準備活動啊 美食啊 遊戲 她感到非常的溫馨 那麼基督的愛就在我們當中 還有計劃裡面的正主系列 她所謂良多也幫助她的靈命有很大的突破 大的成長 她也感謝小組姐妹的關心和禱告 小組的溫馨讓她在附近中有許突破的突破 她也不再不斷了 真的我們很感謝QPC和小組在這個大家裡面 也能夠大家一起照顧一起的服務主 祭祭祭祭祭祭 好 現在讓我們來在小組中分享 這裡有一些分享的問題 分享你在小組中 如何曾經與你小組的人分擔重担 第二 你認為在小組中 有沒有什麼原因或因素 導致你不願意跟別人分享你的重担 第三 我們可以做一些的回應 或許你可以想到那些影響你生命的人 向他們寫個卡 發個簡訊 感謝他們 鼓勵他們 或者去服侍別人 你看到周圍有一些有需要的人 去跟他們祷告 跟他們來交談 然後最後可能在小組中 你也可以分享你目前生命中的重担 而為此彼此代打 好 現在我們進入小組時間 跟朋友圖在這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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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